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英啊 今天除了感谢大家以外 他也说2020他一定赢 而且立委要拼过半 这不是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是要为他过去四年的政绩 继续守护台湾 继续发扬民主 那他感觉这个主心 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因为对香港的反送中 那么现在说香港移民来台湾的人是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台湾才有办法守住自由民主的基地 那这个说到香港到底现在没要撤 那林郑月娥会不会下台 到底这个事情对台湾的总统大选影响有多深 那另外是小英他说啊 这个韩国瑜是一个很强的对手 而且真偶攻卫 那他说郭台铭啊 花钱不手软 那谈到韩国瑜啊 今天主要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他现在说去那个穿水膏了 那么那个清淤啊 他说那都是以前那个政府 陈菊政府留下来的 一公囚 那那个淤积啊 陈菊有一栋 的垃圾 淤泥 那如何证明那是丹菊流下来 如何知道真正有一公囚 有一栋 有这么严重吗 那另外是这个登格的 现在中文政府决定给他五千万 五千三百万 都给你 那今天啊 他依然接受这个电台的访问 他说不是他要算啦 是海来我都叫我算啦 我没法度啦 拜他拜五我都去高雄啦 我很尽责 那他说我现在已经瘦五公斤了 他没辞职 因为他要叫他辞职 参选是民进党 最后他说啊 有可能未来 川总统的总部就在高雄 那他的想法会怎么样发展 等一下我们也讨论 除此之外 这个 苹果日报的民调 郭台铭已经追上了韩国瑜 那今天有民调的韩国瑜一直往下走 那小英跟他已经快几乎是交叉了 那郭台铭也追上来了 郭台铭增加了八个百分点 国民党的发展会怎么样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宾 蝶伟是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的是台湾思万大学政研所的教授 范世平范老师 黄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另外的是国民党文庄会的副主委黄子哲 黄英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财经专家汪洁民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评论员林玉慧 黄英哥好 大家晚安 好 非常欢迎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 今天这是小英公的位 小英公啊 因为今天他在民进党中这会 他感谢所有中指挥对他的任命 成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他一定全力以赴 完成2020总统大选的责任 一定动算 2020年的目标 很清楚 总统要赢 立委 要过半 他说他的任务 不在选战里面 而是选战成功之后 要为何台湾的民主自由 捍卫 执政党的价值 与改革的成果 当然 他也感谢卢青町 好 来 我们来看 威喜要 首先我要感谢 中指挥刚才的决定 请命我再一次成为民主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 能够代表民进党参与2020年的第15届总统的选举 我非常感谢我们中指挥的决定 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希望 我不只是希望 我一定实密必达 完成我们2020年总统大选的责任 一定大选 我也要感谢我们卢青的前院长 他跟我一起走完 我们整个初选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激励了我们党的士气 也让我们有机会将我们的执政的价值 和我们执政的成绩 向全国的人民再一次有一个机会来说明 所以在这里我也要谢谢我们赖前院长 那么他的利益跟他的民主的公关 那么2020的选战 我们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总统要胜选 立委必定要果败 其实小英啊 他里面有说到一段 他就在赫路赖清德以外 他说感谢赖院长 跟他作为完成 做完整个初选的过程 你这个过程里面激励了党的士气 也让他有机会 把执政的价值跟成绩 向全国人民说明 他感谢赖清德的毅力跟民主的奉换 另外他有讲说管必领的选区 因为被一分为三 蔡英文特别提到管妈另有更重要的任务 那么另外是 这本的筹创过程中 蔡英文说 大家必须认知一件事情 民进党一定要回应年轻世代的需求与要求 他说 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年轻世代的力量 希望这次选战的过程 及将来执政的过程里面 能争取更多年轻力量来支持民进党 与民进党一起打造这个国家 那随兄 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智库 评估小英最后会胜选 来我们再来看维修 香港人民有权力追求自己的民族跟自由 面对两岸议题 蔡总统态度始终温和坚定 经济学人智库也认为 这将成为小英2020胜选关键 根据经济学人资讯社公布最新评估分析 2020小英将会显胜 最关键原因就是两岸议题 阿城海峡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 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在这里我要重申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习五点一国两制引发反弹 加上刚中关系紧张 蔡英文的态度成功得分 对外强硬对内整合身段柔软 蔡英文赢得初选后 本周启动和绿营立委便当会 初选结束本来就应该要促成团结 不管是不是有没有吃便当 不管在街头或者在会议厅 我觉得民进党跟范绿阵营 跟不同的党派之间的最大整合 其实我比较有印象的 可是有提到郭董的资源非常的多 应该一般大家对他的印象 他都总是比较镇定 然后比较冷静 那昨天 当然有比较 气氛比较波泼轻松一点 小英经过初选真的不一样了 便当会中也谈 2020可能对手当内整合即刻启动 邀请各个派系都面对面 被视为赖金的人马的郭国文 也受邀出席20号的便当会 一定要吃便当的 在内外交部的一个情势底下 要如何打赢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是非常的关键 促神团结不余力 拼连任 小英不论对外对内 都有自己的节奏 也难怪经济悬认智库 看好小英 预估他将 惊险胜出 好 那么博文其实也是中指挥 是 今天有看到小英总统 有 其实今天小英总统 特别到中指挥 因为今天是他正式获得党的提名 所以他展现的就是说高度的这个2020要必胜 使命必达这样的决心 同时我觉得今天包括这个卓中泰卓主席 跟这个蔡英文蔡总统 他们在谈话过程中对于赖清德赖院长的 在初选过程中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肯定 可是蔡英文蔡总统他也非常的这个直接面对 他说难免在初选过程中会有一些摩擦 但是在之后这个大家要共同面对2020的挑战 我想这个党内的这个整合 跟对外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诉求 跟这个竞选团队的一个成型 大概都会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很迅速的成型 另外第二点就说对于年轻世代这块 我觉得他非常积极的强调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投票行为里面 大概四五十岁以上的这个投票行为模式 大概比较固定 对 那真正会真的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大概就是说二十岁到三十岁 特别是新增的这些投票人口里面 那这些人对于未来有一些憧憬想望 那希望能够就政策面 能够积极的满足年轻人 让年轻人感受到就是说未来是有希望的 所以在争取年轻选票的这块 我想总统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诠释 跟希望大家共同来达成 就是说启动2020的选战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就是很成功的一步 你看他初选赢了现在的神情 跟这一段没关系 我觉得他其实比较笃定 因为之前初选难免你说有一些不确定性 我觉得他现在的神情是很自信 然后很非常的使命必打的感觉 OK好来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台湾工经济学人说 说这个台湾的主权 中国这个事情会是小英胜选的 这个重要的因素 这是6月19号凌晨的新闻 华盛顿邮报说 香港那件事情凸显香港人高度忧虑 一国两制的框架被侵蚀 影响所及 中国想拿一国两制跟台湾谈统一 将遭遇此路不通的困境 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的 香港的反送中示威 破坏了北京对台湾的布局 报导引述了一位中国专家说 如果台湾也向香港展现出反骨精神 对北京来说将是可怕的消息 台湾民众可以以香港为例说 只要团结对抗可以不甩中国 甚至迫使北京让步 我要跟CNN说台湾人比香港反骨 台湾人不只是这样而已 那另外一个新闻是 反送中条例 送中条例丧失民心 所以现在移民台湾的港人大增 这是路透社报导 所以因为香港人现在没有信心了 近几年有数千港人迁居来台湾 2018年有1267位港澳取得台湾积留钱 是10年前的一倍 这种趋势没有减缓的迹象 近年四国会有400港澳移民移民台湾 当然他访问了很多移民台湾的 或者是即将移民台湾的 他们对香港忧虑 对台湾觉得是一个值得寄望的地方 那我想先请教范老师就是说 这个事情影响有多亲 我觉得这次我必须要讲 蔡英文能够大赢赖清德从民调来讲 大概8%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认为其中 我大概认为大概会赢 大概应该是3%到4% 那我觉得最大因素当然就是 6月9号那一天的万人上街 6月9号上街 6月10号就民调了 所以台湾民众感受到 那个非常强烈的香港人 他们抗拒中共 用这个送中条例 他们感到一种恐惧跟隐忧 加上12号 香港的特首所命令的警察 用这种暴力镇压的方式 用橡胶子弹去打这些 手无寸铁的学生 让台湾民众又想起了六四事件 我们现在六四才刚刚过 六四今年也是30周年 所以说我们刚刚就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种恐惧感 或是希望有一个 我们的领导者是强而有力的 而且和捍卫台湾主权的 这个要求就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反射出来 就是对蔡英文这个辣台妹 就我觉得香港的问题 的确它会一直影响 台湾的选举到明年 就是为什么黄之锋 刚刚从监狱出来 他接受国际媒体讲话 用英文 后来他特别花时间 跟台湾媒体感谢 说我们感谢你们台湾 对我们的支持 他在监狱里面 他都看到了 台湾的包含蔡英文 对他们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 香港的问题跟台湾 现在是 我觉得是一种存亡此寒 特别是习近平 今年的1月2号 提出了这个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我必须要讲 这个可以让台湾民众 更加的感到恐惧 就是包含这个 大家会感到 那个统一的声音 越来越近了 所以我们会感到 更加的希望有一个 像蔡英文这样的领导人 来捍卫我们的主权 我看今天自由时报的社论 是怎么写呢 他说 现在不要讲一国两制 现在连一国 都是黄昏市场 黄昏市场 但我们可以看就是说 其实这个经济学人 这个单位 这个组织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机构 它大概有270位的分析师 遍布在250个国家 包含在北京都有 他们的重要是 他们是提供什么 这个智库 它提供的是一个 非常深入的一个分析 它这个分析是跟它的这个 单位的名誉是有关的 因为它这个分析的资料 是提供很多投资者参考的 比如说未来我要投资 某个地方 我要看它的报告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人 他愿意这样大胆的 去评估蔡英文会连任 但是他的前提是 对手是韩国瑜 我觉得这个 是有它的一个指标性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其实这次香港事件 美国扮演的 很关键的角色 这次的美国的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他说我们要通过 准备要通过一个 香港的人权 跟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他们这个法案通过完之后 把香港视同为 这个所谓中国的一部分 那我未来 我把对中国的限制 要比照香港 所以香港产品 未来很难输入到 输入到美国去 而且我也不会卖给香港 所谓的高科技产品 而且他们要把这个法案 通过完之后 对于这次执行 镇压香港这些群众的警察 或者是这些高级的官员 包含林郑月娥 连他的家属 都不准入去美国 所以这让中国胆到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很多人的 他们的贪污的钱 全部都在香港 他们是他们这些人 他们要把这个钱提出来 他们要到国外去 所以因为美国这次的介入 我觉得后来 习近平他终于他给软弱了 因为他不能够承担 香港如果也被成是中国一部分 美国同样要用这个方式来对香港 那香港未来 他还可以透过香港来 作为一个转手 对资金的出入或者怎么样 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中国的大官不晓得多少钱在香港 那这非常非常多 包含习近平本人 就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肖建华 他硬生生的被 从香港直接抓到中国去 现在生死未卜 因为据说他就经手了 非常多高官的这些财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2014年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的香港雨伞革命 美国没有这么强烈的表态 这次为什么强烈的表态 就是表示 我美国对于香港的支持 那我觉得这次香港民众 也展现出他们的民主实力 就为什么我们看到 这些媒体强调就是说 台湾民众只知道 我们只有民主 是让中国害怕的 这次也因为香港的民主 加上美国的支持 然后让北京最后不得不低头 让林郑月娥不得不掉泪 这是林郑月娥 昨天还开记者会说 请给我一个机会吧 请香港民众给我机会 他终于认错了 你记得12号的时候 他多蛮恨 还说我是香港的母亲 母亲有对自己的小孩 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来镇压吗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什么 香港民主的力量 香港民众上街头的力量 终于让习近平低头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 也是香港人民的胜利 好 不过我觉得民进党当然 够台湾 收获这个租款 这个是大家支持 可是我觉得重要 还是拼经济 我觉得经济太重要了 人民的生活有没有改善 那过去这段时间 小英花了很多时间 在经济上面 那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个杰敏在 等一下麻烦你评论 好不好 来我们先来看美西亚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 公布2019年世界竞争力报告 台湾今年排名是全球第16 比去年上升一名 在亚太地区名列第4 其中台湾进步最多的是 企业效能上升了6个名次 Google日前宣布加码 投资台湾扩大人才招募 脸书也在台北启用新办公室 总统蔡英文日前还亲自造访 从台商回台投资 2500亿的年度目标 报告总统 经济部完成任务 造纸机台不断运转 台湾造纸大厂融成纸业 今年扩大投资70亿 被动员建大厂国具 投资金额165亿 带来700个就业机会 另外手机镜头的 精密光学大厂新剧科技 也有161亿投资 带来1450个就业机会 每周贸易战火热 电子时刻回台投资 一个接一个 何硕董事长童子贤大方发红包 今年还要招兵买马 将回台投资149亿元 增加超过1000个职缺 分散风险台商回流 桃源成重镇 粗估170亿元投资在这儿 中立有电源供应器龙头 台达电花超过46亿元买地 笔电代工大厂广达 也在龟山买新厂房 还要打造AI实验室 凭证有人保 因业达加码投资 回台的多数是高捷制程 台湾的经济将会是 在我今年的下半年 开始持续地往上走 而且快速地往上走 士大营选手春仙 转型为领口新创源 而网路大厂亚马逊 也即将在此进驻 每年提供2000个训练机会 科技大厂纷纷进驻台湾 包含脸书也在信誉区 这栋超科技化的商业大楼 设计概念年轻人向往 就连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参观 当初被在野党骂翻 开了三次零食会 才通过的前瞻计划 却成为经济成长 重要推手 看开数据 股市连续17个月上万点 史上最长 出口总额三年来 对中国香港增加30% 全世界增加了20% 前瞻计划扩大内需 外商也加码投资 拼经济成果 全民共享 无论是郭台铭 韩国瑜 国民党都走发大财路线 但根据平原媒体统计数据 每人每月实质经常性薪资 蔡英文执政近三年 比马政府时代 多了快要一千元 平均每人年所得 更是多了三万多 投资台湾不乏科技大厂 蔡政府招商回台 提高国内生产质与竞争力 不只是口号 而是要让人民真正有感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杰明 人民是不是有感 人民有感这部分 我们真的要好好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刚才说了这么多的事情 当然我先当然数据上面是冷冰冰 但数据确实显示 台湾的这个出口状况 在过去这两年 有明显的改善 我特别画了一条这个横线 这横线以上就是增长率 那么每个数字都表示月份 那这条线就是我说的零以上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数据 确实都有10%到20%的增长 那最近稍微下滑 当然是因为美中贸易 可是单纯看这个数字的时候 有点失真 因为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还有对欧洲的出口 都相似是两位数的增长 主要是对中国的出口是减少 那为什么对中国出口减少 因为中国本身进口 就减少8% 所以影响所及 包括像是南海 还有包括巴西等等国家 跟中国贸易相关往来的 其实都是出口是减缓的 那我们再给看另外一个数据 这个当然 我要先说这些数据的时候 再解释刚才洪丁大哥说 到底人民是不是有感动 那么这个数字是 今年要发放的现金鼓励 非常的恐怖 总共今年预估要放放的是 1.42兆新台币的现金鼓励 要被上市 1兆4千200多亿 1.42兆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马英九 刚刚执政第二年的时候 其实只有发放6千亿而已 这速度在这短短时间里面 增长速度非常惊人 特别是蔡总统担任这两年的时候 你说马英九那是哪一年 这个2013 2012他当选 就是在训任总统的第二年 2013当时台湾 现金鼓励发放只有6千亿而已 对 但是蔡英文总统担任 这总统这三年 去年 对 那你可以看到在 1兆4千多亿 对2015跟2016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变动 因为当时台湾经济 在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 领选的看出来 这个速度是非要的上涨 那么根据今年的财务 就是上市贵公司的财报 我们不要跟GDP 还有出口合在一起 因为上市贵公司是独立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增长 所以估计明年的现金鼓励 绝对不会输给今年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似乎是非常的美好 讲出这些数字 还是冷冰冰的 但是我要提一个数字 这是今年前五个月 所公布的税收 税收是最精准的 因为税收高 表示总体经济是好 实际上面就这样 今年前五个月 总共有四个数字 创历史新高 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综合所得税 综合所得税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所得税 我们减税 我们是对年轻人 还有夫妻 还有所谓的两个小孩的家庭 都有减税 但是减税完之后 我们综合所得税 还是整体是增加的 这是非常了不起 而且创历史新高 这应该有感 这很不容易 这应该有感 好 那么 就目前人家 博税都有感受到 对 因为我们今年是减税 我们今年的措置是减税 结果没想到税收来增加 对 那当然这里就是 我们说的 刚才所提的大方向 就是五加二这部分 确实是发工了 这是有感应出来的 那么盈利事业所得税 部分也创历新高 那盈利事业所得 更不能骗人了 就是这些大型企业缴的税 那缴的税 那我就说 可能明年 付的先进股利会比今年更高 因为盈利事业所得税 又创新高的情况下 明年一定会超过1.42兆 所以股票市场 应该还会持续的走高 最近下滑其实不用担心 好 那另外创新高 一万控五百点 对 那另外创新高 就是烟酒税 还有包括就是土增税 那表示土地交易活弱 那当然是主要台商都回来了 我上次在宏仪大哥说 五千亿可能不止这个数字 那最新消息 是五千亿已经迫进到 已经就提早 可能提早到达 所以今年可能不止五千亿了 那好 我再谈这些 虽然讲了几千亿 不过我等下要问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好 我讲这么多 当然都还是冷利数字 但有个数字 蔡总统必须要注意到 就是营业税的部分 是下滑的 营业税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服务业 一般的中小型企业 整体在缴的 所以也就是说 当大型公司缴的 这个盈利事业所得 把这个小型企业 小型企业本来就没赚什么钱 他也不用缴什么税 我再说明 大部分的小型企业 其实也赚不到什么钱 他本来就没有赚什么税了 所以这个税收的增加 基本上大型企业 但大型企业尤其科技业 他们因为 就是比如说 我今天台积电 把东西交给了日月光 那么联发科 把他的晶片交给台积电代工 这过程当中都是免 免这个营业税的 所以营业税这部分 就是这些科技业 他们在彼此在互相交递 因为它整体是免税的 所以它是没有营业税的发生 但是营业税部分 已经出现了负 营业税出现了负1.7个百分点 1.7个百分点 坦白讲不是很多 但是这形成了一个 非常诡异的地方 也就是要注意到 那么仔细分析来看 事实上确实 我们台湾大概有 386.6万的民众 他们的所得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所以我应该这么说一句话说 也许现在的状况来说 是蔡英文要跟时间赛跑 因为这是今天最新的 ET Today新闻云 在6月12到6月17所进行 然后在今天公布的 这是韩国瑜 他从38.5 5月10号到13号 一直往下掉 36.1 31.4 现在是31.6 所以蔡英文 从23.8 25.5 29.7 到31 你可以说 其实两个人已经打平了 柯文哲23.5 21.6 25.3 24.1 柯文哲大概就有一个水准 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小英 感觉上是比较有自信的 所以这个事情会怎么来牵动 他刚才都说6千元要回来 到底我们要怎么证明 真的有6千元回来 等一下我们去讨论 先休息这个广告 今天行政院副院长 陈奇迈 到高雄 说这个高雄市政府已经申请了要5千3百万 所以中央政府全部都给 那既然钱你要我也给了 那么你就要把黄毅做好 郑文燦今天也讲说 这个韩国瑜他不在状态内 好 来我们先来看 高雄市长韩国瑜临时出席金石湖登革热视察 和行政院副院长陈奇迈同框 两人一起倒积水寻疫区 起见韩国瑜不断低声向陈奇迈说话 感谢中央合发5千318万登革热防疫预算 旁边的民众不断为各自的支持者加油 只不过登革热发生在高雄 本来防疫最大的长官是市长 陈奇迈却被拉进这场战争中 这张陈奇迈准备搭高铁返回高雄的背影照 让网友留言 这个男人回来救高雄了 曾高雄市长 而陈奇迈参加防疫会议时 韩国瑜派了副市长出席 自己去模范生表扬典礼 但还是不忘酸中央 5千3百万能够尽快把钱发给我们 这是第一个 我一进办公室 我们就行政院 包括我跟书院长 我们就批示了这个公文 陈奇迈钱给的阿萨利 看在高雄市议员眼中感触良多 他选择去台北拥抱韩粉去造势 那陈奇迈参加版读 在高雄参加版读的活动 都可以从这个比较里面看到 看得到说 到底陈奇迈和韩国瑜 哪一个真的心在高雄 错过市长大卫的陈奇迈 却被高雄市民赞翻 心还是在这里 也不免和韩国瑜又来个比拼 到底谁的心留在这 大家都自有评断 三选黄大卫出上赖鼻香 高雄报导 好 那请教一下东豪 今天马上给5300万 是不是高照 当然啊 因为你既然陈奇迈下去 处理防疫的事情 你不能空手下去 你奉命下去协助韩国瑜市长 处理邓格勒不对 对 你说两串交下去 能看吗 不能看吧 既然要派人下去 你就不能空手下去 那下去之后 那如果说我现在钱给了 以后邓格勒还非常严重 那责任算谁 蚊子的 蚊子是绿色的 蚊子是绿色的吗 蚊子是绿色的啊 不是韩国瑜的事情啊 不是我钱给了啊 对啊 谁说钱给了就一定能够处理好 不是啊 我钱给了 没有处理好是你的责任啊 当然不是啊 蚊子是黄结养的 什么是黄结养 蚊子哪里是绿色的 来来来 这个事情真的要 黄结养的吧 来来看一下 黄结养的 当格勒 主要是埃及班蚊 请大家看看这个颜色 这是什么色啊 这个是有一点红色咖啡色嘛 那还有一个是白线斑纹 这个主要是登格勒 那现在高雄已经有一个日本脑炎死亡嘛 是 五十几岁的妇人 这是三斑加纹的颜色 不是绿色哦 黄纹加纹也不是绿色哦 白头加纹也不是绿色哦 把他懒绿嘛 把他懒绿就好了嘛 那你如果回过来看韩国权势市长 就是 好啦 刚才你开玩笑 你讲个震惊一点的 对 韩国要选总统是他的权利 那是他的宽利 没有人可以禁止他 也没有人可以逼他 没有人拿一把枪顶着他来 说你不选总统就要怎么样 没有这回事 就是自己 你如果看 我不要用民进党跟他比 我们用一样看国民党的好了 何友宜最近在做什么 五股炉州有一个垃圾山 几任市长都知道 那个地方不好处理 昨天嘛 他开始要处理这个垃圾山的事情 伯伯在这边 垃圾山应该很麻烦 应该很麻烦 所以 他留 他要动什么 那韩国也在高雄留下了什么 已经都就职 就职到现在半年了嘛 有没有一个印象 你的印象会是什么东西 那今天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一个新闻也很好玩 他今天在高雄有一个 毕业生的一个颁奖 模范生 你知道被15岁的 呛 也不是呛他 他说 这个国中男生说 说觉得韩市长选总统很可笑 行一行 不要让感性压过你的理性 那当然韩国瑜也很有风度 没有怎么样 那你回过来看整个事情 就是说 韩国瑜 最近在干什么 他要把他怎样 他没想起来 没有说你是民进党的 那韩国瑜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你在看到这一连串东西 基本上会把他放在国民党的党内出去 他先前并没有意识到登革了有多严重 所以他第一次要去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有没有准备 他其实有准备 他准备 就是要去要钱 要钱事情要到 是功劳 没有要到 就是你卡汗 所以如果你再回来看那个记录的话 他给卫生局的4000多万 是动用预备金 应该是6月12号的事情 6月13号 成家院会 到院会的时候 没想到他之前那个 他二三月就有口头跟行政院要钱了 我不是讲二三月 我讲6月12号 你才拨给卫生局 6月14日 对啊 他就第二预备金拨下去 那个就有时间了 然后隔天就是行政院会 然后你就说我没钱了 我第二预备金可以用完 这是有准备的 因为那个就是蓝绿对抗 蓝绿对抗为什么说他现在初选模式 就是蓝绿对抗对于韩粉 就是在反应 因为在7月5号没有几天了 大概不到不到不到三个礼拜 换国民党的人要在家里等电话 这个过程来讲 你当我们在讲说 你钱五千万我要五千万你不给 然后你又用愿会故意修理我 这个会对韩粉的初选是有帮助的 所以登革乐的事情 其实最大的一个失分 所以他想很久了这一招 这有准备的啦 想多久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内幕 我不知道他到底准备多久 但是至少他有在想招 反后后单手间充 问题来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遇到那个宋中的 那个香港宋中的事情 他自己多了一个中华民国地区 对 你想象国民党所有政治人物 谁会去用中华民国地区 没有 他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年红袖作物 口误 对 口误 可是他是第一个 苏贞昌我们口误过 不是 是不是 蔡英伟也口误很多 他是不是第一个 是 好 那你当我变成你卡寒的时候 苏贞昌你修理我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就移转掉了 再讲一个笑话 真实的笑话 那天在院会里面 韩国瑜就第一次去嘛 行政院会 行政院会 然后他旁边刚好坐了一个 也是 隔壁县市的 隔壁县市的 女生 他第一次到 他就跟 他就跟 问人家说 现在可不可以讲话 现在可不可以讲话 现在因为是既有议程 那位副市长就知道 跟他讲说 等临时动议的时候 你就可以讲话 那韩国瑜就 在那边听啊 听各位的报告啊 不知道为什么 听着听着 忽然就打瞌睡了 他可能是觉得无聊 还是听不懂 还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为什么会有所谓打瞌睡 就是 他现在不能讲话 他要问隔壁说 现在可不可以讲话 就说 他真打瞌睡吗 真的打瞌睡了 那为什么其他人 没有打瞌睡 我不敢 这个我不敢 今天要解释 搞不好是不是也拍到啊 等一下留给你 等一下留给你 一定要给你 这就是打瞌睡 打瞌睡多了哦 就是说 我跟你讲哦 那天去行政院 其实你还知道 他出来大家都在看他 对 而且这个是他去年12月25号上任第一次 是 第一次 你想想看 我说韩国瑜是有准备的 可能也是第一次行政院会 第一次去行政院会啦 第二次啦 第二次 第一次 对 刚开始的时候也一次 赖清德有去过啦 对 这是第二次了啦 这是苏森昌的第一次 对 苏森昌的第一次啦 所以你在讲说 韩国瑜他其实是有准备 可是 你知道 人算不如天算 你都已经拨了第二亿倍金 准备要去要钱 这个安排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他会 好 用口误啦 讲出一个中央邦的地区 所以 所有的记者是问你地区那件事情 继续延烧嘛 那怎么知道说 你居然在现场 你就 居然会觉得太无聊 这是你无法想象的韩国瑜 所以 你今天回过头来 就是在看韩国瑜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打瞌睡 不是 我讲实在话 我感觉 你要知道 大家都在注意我 第一行政院院会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再怎么无聊 我也不会打瞌睡啊 我感觉他可能疼不 疼不不 你就自己看你的资料啊 看一看就睡了 看一看就睡了 哎呀 那是礼拜三耶 对啊 不是他造势晚耶 你知道吗 他造势是礼拜六 他如果说他很疼 我常造势 我今天是很疼的 我这样讲 讲韩国瑜其实有一点那个 我为什么会猜说 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因为他真的不适合深层思考 啊 好 了解 他很少表现出 就是要当一个国家领导 不要讲了 当一个市长 你真的要有一个深层思考的能力 这就是有一天我们邀请汪浩来 我就觉得他讲得真好 他说他看到韩国瑜 他就不是一个会做功课的人 但是他跟你还拉勒 他是很厉害的 厉害 刚才打瞌睡事我回应一下 这个后来韩国瑜在接受美女访问的时候 他有说他绝对没有打瞌睡 真的 那我误会他了 我误会他了 他讲了 那你信不信他另外一回事 那这个 那当然行政院会 讲到行政院会 就是说苏贞昌把那个做了一个影片 然后呢 把他这个口误还放在 这个一开始的片头等等 对我而言 那当然是一个政治操作 那行政院会要传达讯息 哪是去修理韩国瑜 就算你要修理 那你也放后面一点 你放在前面 那不是摆明了 就是说我就是针对性吗 所以当然这个针对性 我觉得是太明显 但是我觉得苏贞昌有一点 他讲说韩国瑜 这个因为他最近忙于初选 所以让那个邓格勒 这个案例不断的增加 我觉得这个逻辑 我不大懂 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大家知道最近 全台湾什么肆虐 秋行军虫肆虐 已经有18个县市都沦陷了 那按照这个逻辑 请问是不是 蔡英文在忙于初选 所以让秋行军虫 肆虐到全省呢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那相同逻辑 怎么可以去说说 这个是韩国因为选举而上 就是这个关联系 你必须要证明给我看 如果是 当然我们要大家踏法 而且呢 事实上如果你去看 历年 历年来6月份 的这个 登格勒的疫情 当然我资料没有带来 但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到目前为止 疾管 疾管署 它有统计 今年到目前为止 有48例 48例是含境外的 境内境外加起来有48例 那48例在过去10年 你如果去看那个统计 疾管署自己有一个统计 过去10年的话 大概是站在中间 有没有比48例低 有 那有没有比48例高 有 2010年 2014 15 16年 都比这高 甚至还有高到352例 就16年最严重的时候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登格勒这个疫情 不管谁执政 每一年都会有 那当然做一个地方 当然要去防堵 要去防治 那至于这个韩国瑜 去要钱 这天经地义 在今天5300万 还没有来之前 行政院到 到这个拨 5300万之前 只拨了861万 那这861万 跟过去几年比 比如说去年是2300万 在106年是2400万 105年是5600万 104年最严重 是达到9900万 那我就说 那本来就是应该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登格勒 每4、5年 就会有一个循环 就是会严重 那韩国瑜 他在2、3月的时候 就提出来了 那这个什么 当然我个人认为 当然就是 我常常在想 如果今天 这个什么 高雄市长是陈其迈 会不会发生这个事 我想几率会非常非常低 可能就是因为韩国瑜 是国民党的市长 韩国瑜因为要参选总统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卡他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个2020 蓝绿一定是会对决的 那对决的方式 要用比较公平的方式 因为刚才他举的例子 因为那一年正好是 台南的登格热大爆发 所以我说起来 网上就差一点 没错没错 那后来当然我觉得这个蚊子 不会分蓝绿 那防疫也是中央跟地方 要互相支持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从韩国瑜市长 他去参加这个院会 其实他在院会当中 很可惜的是 他好不容易去参加了一次院会 但其实他在院会当中 都没有准备 那支影片绝对不是说 只打那个所谓中华民国地区 地区两个字 他最主要的是 韩国瑜市长在院会里面提出了一些 我要求这个补助 什么时候 为什么都没给我 那这个苏文昌运长 在那支影片当中 是一一的说明 你什么时候提出要求 什么时候给你补助 然后每一个案子 大林浦 然后包括了捷运是怎么样 所以那一整支骗子 其实是回应韩国瑜市长 对于过去 他对于中央的一些指控 那我现在给各位看 因为韩国瑜市长 他其实他有说到 他说他早就知道 在今年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 就如同刚才子哲所说的 他就有跟这个行政院 口头邀请说 口头要钱了 可是呢 二月三月 他口头要钱 那有没有公文 因为政府毕竟 他用的是人民的这个纳税钱 他不可能说 这个今天高雄市长 口头要要钱 他就随便给钱 他一定要有评有据 那但是这个评据 这个公文 到底是什么时候送到呢 其实是在 他那天开完行政院院会以后 当天六月十四号 礼拜五的晚上 八点多的时候 那个公文才送到 那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这个机关署呢 他们在礼拜六 跟礼拜天两天是加班 然后礼拜一的时候 也加班处理 因为必须 机关署必须要行文给 这个要请行政院 框出一笔的预算 那行政院同意之后 机关署才能够 回给高雄市政府 说这笔预算 所以今天陈其迈 才会把这笔钱 带到这个高雄 告诉高雄市 说五千多万到了 所以你为什么 这几天你等不了 但是你的公文 却要隔了四个多月才发呢 所以这个其实 我觉得不是 不是韩市长 所讲的那个样子 另外给各位看 韩市长他其实他自己都知道 在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 登革热的疫情就有所蠢动 这个我现在给各位看的 这是在同期的比较 这是在陈菊市长的任内 然后这个是在韩国瑜市长的任内 这个数字大家不用看得很详细 你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以比较的话 所谓阳性水沟 就表示说 在这个水沟里面验出来 可能蚊子有含登革热 所以要提醒注意 所以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其实都有提高的 所以这个每一个地方 几乎都是有提高 有的提高三点多 有的提高三点多 有的提高零点多 这其实就是提醒市长要注意 然后还有 我们在网络上面也看到 像是包括了就是赌兰 那他们也拍到很多高雄市 高雄市很多地方该检草的 然后该这个清淤的这些 其实都没有做好 这些其实都是高雄市民 他们希望能够在 这一波的登革热 不是说这几天 我们赶快去喷药 然后或者是 在礼拜六礼拜天造势的时候 用另外一个话题来转 而是高雄市民 因为登革热会非常痛苦 这天狗热 我们过去其实都经历过 那但是韩市长 这回你提出来 你一开始要钱 这是你自己所提出来的 今天会讨论到钱这回事 也是韩国瑜市长 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话题 所以今天陈其迈 也已经把钱带过去了 那也希望说你好好的做 好好做高雄市长 好好的去把登革热房制做好 那不要再忙着选举 我要先解释一下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在高雄市政府 他都有对今年的登革热 已经做好的预算 所以也就是说 就是许立民时代 对 就每一年都已经 对第二年已经做预算 他时间序列不是二月份开始 时间序列是一月份 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要针对重点的部分 已经开始要清水沟去淤泥 捡草的动作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状况之下 请问一下那时候的韩国瑜在干嘛 韩国瑜就去了巴里岛去度假 紧接着他就一连串的行动 要到各个地区 二月份的时候 议会就已经发生到 第一个登革热 已经有浅然的产生的时候 议会就要求他立刻去执行 当时成绩 每一年从一月份就开始执行登革热的预算 那但是韩国瑜没有在乎 他继续啪啪 那问题来了 那你的下面的官员 要对这个事情来负责 第三个最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你前面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处理 就是说一开始在源头的部分 做清淤 除水 割草的状况 当一只蚊子开始产卵的时候 那个数量是用数百倍的速度在增长 当然你现在需要花这么多钱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年一月份很重要 其实包括了就是赖清德市长 他当时在担任市场的时候 已经建立了这个SOP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时这个登革热是境外一路 是属于登革热一行 那高雄是登革热二行 那么在整个东南亚市已经大爆发了 赖清德一个人去独立对抗到八九月 这个事情真的问题已经很严重的时候 才伸手跟中央来处理 没有 这个是补的 那一年补了给他九千九百万 在九月份才给三千万 所以他这个是补给 他前面已经先给了 没错 所以一开始 那这个地面当然我要说一件事情是 当时的状况跟现在状况不一样 当时是登革热一行在全亚洲大爆发 你中央当然处理 现在我讲的事情 你现在是登革热事情我知道 可是登革热事情 现在状况并没有 有这种所谓的我们说的在医疗上面 叫做所谓的 就是我们说的群企的发展的可能 但是问题来的事情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有没有按照SOP SOP就是从2015年开始 就已经有一个标准SOP 现在是因为你前端的状况没有出力 造成蚊子开始大量传染 你现在才要花更多的钱去治理 然后你把这个责任全部说中央没有给你这五千多亿 跟当时赖清德 再跟中 去打击这个 所谓的登革热一行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一句话一句话 结果到底他有没有按照SOP 你需要更多的证据 如果你指控他没有 你需要更多的证据 你去查二月二月份之后 高雄市议会就一定对韩国瑜做执行 你不能真也说这样话 第二个不能这样子 结果一个问尊重量 没有媒体你可以 要料理从宽 如果他没有按照 请问他钱花到哪里去了 他就是执行了这些费用 不过才要跟中央要钱 不然钱是不是倒到他口袋吗 关键点就是 根据高雄市议会的说法 从一月份开始 那很简单 就是需要人力 就是你要料理从宽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韩国瑜说没钱 陈局市长是说 没有这样没钱 你有第二预备金 然后韩国瑜说 我第二预备金已经花掉一半了 好 那这个是前高雄市议会的议长 叫康玉成 他说到四月底 第二预备金使用的状况是零 零哦 韩国瑜解释已经动用 第二预备金两亿多 显然这两亿是什么时候花的 是五月到现在 就是说五半月就花两亿了 要花去哪里 其中有一遍 其中有一遍说 是花在运发局为了办理所属场馆 游泳池太旧老旧日光灯变成LED灯 所需经费257万9618块 康玉成的看法是说 这有紧急到我会动用第二预备金吗 那因为博文你是 也是新北市市议员 这需要用到第二预备金吗 我觉得这个像这种用法是有争议的 我跟大家说第二预备金 例如说我今天这个市府本来说 我要补助轮状病毒 我估计可能轮状病毒 这个补助可能原本估计可能要 这个1000万 结果发现不对 后来申请补助的人很多 可能要增加 那这时候可以用这个第二预备金 或者就临时中央定一个法规 中央地方要配合 我必须要临时支出一些增加 费用增加 所以我用第二预备金 或者像这种 就说你这个地方发生这种灾情 登革日突然蔓延开来 或者大家觉得说 原先的业务预算不够支用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这个部分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观念 这一次不是出在经费的问题 是出在韩国语 你根本没有新房子登革日 这个大概我这样讲 第一个 他们原先编的这个业务预算里面 大概就有3400多万 这个房子登革日 可是当一个市场要注意 例如说我今天当市场 我发现不对 我今天是6月 离这个年中还有半年时间 我发现我业务预算到6月之前 我就已经用了快七八成了 表示怎么样 表示钱不够了 钱不够怎么样 这个时候第二预备金 我就可以好好的用 为什么 这市场签了就算了 第二预备金就说 临时政务需要增加 所以我第二预备金 结果他第二预备金 他一个半月动用了两亿 这两亿 他只拿4700多万 用来这个部分 其他就是用在 你刚刚讲的那些阿里布达那些东西 外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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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余也有 那个东西都是 平常的 清余有 我现在是说 那个万臣LED灯 真的有那个剪辑吗 那个都有问题 那个未来 这个是否可以说明 你不要 你帮他讲一下 那个不用说明 他这个部分 第一个他有第二预备金 第二个我提醒大家 就是说 你到年中的时候 第二预备金赶快拿来用 那如果说你也担心第二预备金 动用4700万不够怎么办 跟中央要钱这是对的 好 那中央要钱 你怎么会到 六月多你才来要呢 好 最重要是 中央有没有 持延一分钟 陈大哥 我没看过 因为我也经常要来中央投资 中央投资 你怎么像韩国语才好投资 六月十四号傍晚 今天是几号 六月十九号 他六月十四号傍晚 坦白讲都下班时间的 收到这个键之后 对啊 马上加班处理 加班处理 今天是六月十九号 四五天的时间 正式回闻说 OK 这笔钱可以动用 四天五天的四天 你就争取到五千三百多万 而且这个钱是 立刻就到位 这个没有拖延任何一分钟啊 所以问题根本不是出在经费的 这个经费的使用上 问题是出在 我说真的 那没心 陈大哥 我一个市场 我们今天去视察 当然最严重的地方 你要去看嘛 对吧 他连视察登革乐都跑错地方 然后人家跟他讲 那个地方不是最严重的 蚊子会飞 他说蚊子会飞 我觉得重点是出在 韩国语的心态问题 例如说他跑去这个立法院 那也是乱七八糟 你看王金平王院长 那一个老公 一句话就点破了 你怎么没钱 你没DNA预备金可以用 所以他去立法院 对啊 他去那边也是作秀嘛 我觉得今天 最严重的 这登革乐的死人 你知道吗 登革乐是人民的生命财产 这人民的生命问题 他竟然连登革乐这个东西 都可以把它做为 是他总统大选的政治操作 我最不辞的是这个部分 好 来 那个等一下我们要回来讨论 因为如果郑文燦的观察 郑文燦 你新新闻 TVBS跟远见所做的民调 他都是所有不只是六都 所有县市首长的第一名 满意度七成多 那所以表示说什么 表示说他很认真 郑文燦说 韩市长到目前为止 还不在状态 他不知道防疫很复杂 要全民总动员 他现在还不在上面 他如果好好防治 声望其实就会提高 他说韩国瑜处理登革乐 防疫如同作战 不能分中央地方 两边要密切合作 像上一次最严重在台南 那一次赖清德差一点 被蚊子打败 不要低估 真的 然后他说登革乐的疫情有冲击 而高雄在疫情的发展 初期要预警 虽然韩市长说没钱 好了 该给多少就给他 当然他也有预备金 那如果地方首长说没钱要给 当然要给 但是他说 一周一朝四分了他很多时间 他现在说他做谁 而中央也要多多帮忙 高雄市民就是我们的国民 该给的不能少 好 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 请往前